大家好啊 共产党有些个事情呢 我们是不知道内幕的啊 你有时候很容易被他给骗了 比如说这个上海的前任的市长叫杨雄 1953年生的啊 完了以后呢 突然就得心脏病死了 但是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在中国的政坛上面 他是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跟以前的那个做过上海市长的叫什么徐匡迪啊 他有点像啊 他不是个职业的政客 所以最近这两天关于杨雄死掉的消息啊 怎么死的 有一个特别奇葩的这么一个传说 一个段子啊 说这个杨雄是接收这个信服务 找了几个小姐来伺候他 说是3P 有的时候是4P 是吧 挺有意思的啊 说呢 他的身体呢 本来就不好 因为杨雄呢是个知识分子啊 你看杨雄的简历啊 杨雄的简历是个正二八经的知识分子啊 他是经济学的硕士 知道吧 完了以后呢 还是一个正二八经的一个技术官僚 所以呢 而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呢 就是双飞官员 什么叫双飞官员呢 就是他不是中央委员 他也不是中央的委员的候补委员 也就是说他跟共产党的这个党的干部没什么关系 就这么一个人 突然就死了 道理是怎么死的呢 原因是什么呢 你这种普通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我本来对这个人也没什么太多心意趣 因为他不是个特别有名的人物啊 但是呢 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就跟一帮的兄弟们聊了一会儿 这个事情呢 可能大有来头 说不定是习主席干的事情 是有可能 说国内传来劲爆的猛妙 上海前市长杨雄 在2021年4月份已经接受信服务 吃了三尼的伟哥 吃多了 然后导致心梗 然后就猝死了 这个由于事发突然 连上海最顶级的高干病房 都没有来得及享用 就一命呜呼 杨雄可以说 算是中国最短命的啊 直辖市的前市长了 说三尼伟哥死 做鬼呢也风流 还有具体的细节挺好玩的啊 说人们呢 对这个杨雄感兴趣 不是因为他是南汇人 水不凉山之同名人 而了解其解尼之后呢 他是少有的几个市长 没能试图一起上去的 这么一个人 我其实也不见的啊 上海市以前有位市长 叫徐匡迪也没上去啊 完了以后这个 当然朱镕基是上去了的啊 然后黄菊也做过市长也是上去的啊 说杨雄没上去啊 本来他按照一般的路子 他应该是做市委书记 然后做这个副总理总理 但是你忘了杨雄的背景 他是双非官员 他不是中央委员 不是中央委员 怎么可能做书记呢 说是说是这个 还有一些个什么传说 又有10点12点十分华山瑞金 几个看似没有必要的联系的要素 因此以现场的官场潜规则 描绘出以下场景啊 是是是是是是怎么死的 说当天晚上 杨雄照例在好友的盛情邀请下 坐车前往上海什么什么路 什么什么会所聚餐 吃完饭以后呢 好友呢继续下一个节目 就是三批美女给侧候 到9点半左右呢 是房间里传来一声尖叫啊 好友进去一看 杨雄呢 已经吃挑挑 然后满嘴冒冒冒泡 什么痛苦状 于是呢好友在美女小姐的配合下 勉强为杨雄穿好了衣服啊 驾车送往最近的华山医院 由于保密的原因 好友没有透露杨雄身份 并立即离开了医院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好友陷入左野为难 右野为难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不给书记打电话 是吧万一呢 杨雄醒来怪罪于己 于是呢 就让我们羊雄一个人就摊在那里啊 如果是很多人 尤其是领导知道这个羊雄在那里搞女人 吃这个伟哥如果被知道了 这个人呢他的前途也毁掉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是吧 于是呢就告诉了自己的朋友 商量来商量去啊 最后就决定找一个匿名电话报信 等找到电话拨过去 时间已经是深夜了啊 于是呢 杨雄在华山医院呢 都猴振使在无人问津的处境下 永远就嗝屁了 就这么一意思 后这会儿才知道杨雄死了 市委书记就赶到了是吧 果断就做出了符合国勤的正确的指示 一切都归于平静 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吧 啊都是段子了 但是很有意思啊 我们几个兄弟在一块聊天啊 就琢磨这个事情 杨雄的死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首先呢杨雄呢 真的他是个双非官员 他不是中央委员 不是中央委员 不是这个 不是那个什么啊 侯补委员的话 你是做不了市长的 啊 完了以后呢 呃 你如果是 政绩很好 你像当年的徐狂迪 徐狂迪从上海 市长的位置出来以后呢 然后是做中科院的院长 是不是平调嘛 是不是 完了以后后来做了全国政级副主席 副国级的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那种老江呢 他喜欢 还是表面上喜欢这种 有本事的人 表面上喜欢这种做实事的人 所以老徐虽然最后没当官 但是呢 也还行 是吧 但是包子不是这样的人 包子最不喜欢的就是杨雄这种人 杨雄不是他的人嘛 所以他们说这个杨雄的事情呢 很有可能是包子 然后呢 找了一系列的借口把它给做掉了 因为按照杨雄的这个影响力的话 他应该是 起码可以做到一个全国政级的一个副主席 这么一个位置 包子非常不喜欢他 现在有人为杨雄说话 是吧 上海有一些个人嘛 像陈良宇也是 像杨雄也是 他们都是技术官僚 都还行 没有那么的差啊 上海有的时候出一两个有个性的 但是你很不幸你遇到细胞子 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现在这种话啊 也属于造谣传谣了 说杨雄吃了三厘尾鸽 我看了一下杨雄的照片啊 真的像个知识分子的 不像个老四个真的 不像这个土工的高官员 一副那个就是就是吃饱喝足 满脸淫荡的这么一种人 像个独树儿的啊 我真不是替杨雄说话 杨雄自己是一步一步干上来的 他真是没少这个吃苦 当然他也是知青的跟吸包子是一脸的嘛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杨雄应该做全国政级的副主席的 这么一步一步的没有任何关系 就这么干上来的 挺不容易的啊 所以呢 现在杨雄也就是个屁了 有人呢就说这个 这个中国的人士啊太黑了 提杨雄说话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东西啊 其实他们是杨雄这个人 为什么最后会死呢 就是包子弟不喜欢他 而他的那个老板 老江家族呢 现在已经臣服于包子弟 所以最后就把杨雄这个人呢 他就牺牲掉了 就这么一个路子 所以做土工的高官呢 我是 但是我没当过官啊 我是知道一点的 你如果你的靠山不稳的话 你是非常麻烦的 杨雄这个人呢 如果他这辈子 只是做一个职业的 这么一个技术官僚 也还行 不要当到市 当个副市长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但是他当了市长 接下来你上海市的市长 你想想 有几个没上去的 徐光丽是最差的 你回头算一算 朱镕基做市长 对吧 完了以后做到常委总理了 然后黄菊做过市长 做书记 然后又做到这个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常委 是不是 就只有一个人就是老徐 徐光丽 徐光丽这个人呢 他在北京 他后来也没当官的嘛 科学院院长 他也觉得自己 也不是一个官员 所以他特别的平民化 特别的愿意跟知识分子在一块聊天 我呢 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 也是经常或这种场合 是听过徐光丽说话的 他这个人说话很有意思的 其实完全不像个官鸟 说个杨雄也是这样子的 杨雄自己是苦吃出来的 又是草根 完了以后自己又是读书人 所以他说话呢 也是挺像个知识分子的 这种人是最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是最不讨论 最不讨喜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 无论是过去的老徐 还是现在的杨雄 我觉得我是大面积上 我是认可这样的一个推测的 完全是推测 一定是习包子有意把他搞死的 因为杨雄他做到这个上海市的官员以后 他不可能突然就得了个心脏病就死了 怎么可能 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有什么病早就查的不要不要的 你有没有心脏病的可能性 早就给你查出来了 对吧 怎么突发心脏病 你看他的资料都是突发心脏病 救之无效 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像当年的黄菊 为什么死了 有人说得癌症 其实是瞎掰 是吧 都不可能 都是被人搞死的 还有这个什么徐 徐什么徐才厚是吧 也是 怎么可能突然就是得了什么膀胱癌 被习包子搞死的 杨雄这个人呢 主要是在上海没有舔习近平 然后呢江泽民呢 又把他出卖了 江泽民又臣服于吸毛子嘛 所以 一定会有人牺牲掉的 就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呢 我是 一个由衷的建议啊 如果你是个知识分子 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点才气 不要混体制 混体制 最后你的下坏很惨的 你 不知道哪一个时候 就被所有人抛弃了 最后死于非命了 就很没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人嘛 如果你不想出国 你在中国就当个朋友老百姓 养家糊口过过日子 挺好的 保持点自己的什么什么 知识分子的尊严 是不是也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在中国 你想过得人上人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想过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 自由一点 你还是出来了 像他们这种人 唉 一声叹息吧 也没什么好说的是吧 关我们 也不关我们什么事 谢谢